澳洲连续暴涨的房价是不是会出现短暂的下跌 另外呢 A2奶粉为何在过去12个月暴跌60% 大家好 我是Mike 欢迎收看今天狗马克思热门话题 刚才说到呢 我们知道澳洲的房地产市场 在过去的6个月时间里面出现了连续的大涨 其中最部分地区的推高幅度涨幅甚至超过了35% 大家可能奇怪啊 这个6个月涨35%是不是夸张了一些 我们以一套悉尼或者墨尔本市中心附近 10公里以内的房子均价我们均价已经太高了 我们以100万来举例 100万在疫情之前是这个价 但是在疫情严重的时期 它当时可能跌到90甚至于85% 但是在过去的6个月经过连续的大涨之后 在圣诞在富国节附近 这一套100万的房地产市场的房屋价格 很有可能被拍卖至120万左右 那么从90到120万的涨幅是30万 再除以90万当时最低价的底价 那么它得出的结论就是涨幅达到了33% 当然了这个涨幅并不是说 所有地区和所有的房子都这么涨 但是它至少是带来了一个缩影 告诉我们在过去的6个月 澳洲的主要城市中的 市中心附近的房地产的疯狂程度 有多夸张 但是呢现在声音又来了 我们知道呢在疫情严重的时期 那些专家和银行的学生们说 房地产会下跌30% 到疫情控制住之后呢 又说到房地产会回升 在今年1月的时候呢 这个画风转为2年可能要涨20% 结果呢到现在4月底5月初的时候 市场又出现了声音就是呢 过去涨了太多 有可能要还一还 甚至于要停一停 大家可能会觉得啊 这个怎么对于房地产 一会儿涨一会儿跌 在短短12个月时间里面 变了三四次之步 其实这个是和大环境有关的 但是我个人而言 我个人觉得呢 由于现在的供求关系 特别是在货币上的供求关系 是严重的货币超发 这就使得纸币的实际购买力 和实际价值是在大幅缩水 是在加速缩水 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 现在是在万物上涨的时代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工资不涨 其他几乎所有都在涨 房地产 股票 基金 油价证券 甚至于你去买车的车价 它都在上涨 刚才我说到一个关键词 就是除了工资不涨 也就是说对于普通人来说 如果它的收入只是于 来自于工资收入 那么它会觉得 钱越来越不经用 能够存下来的钱也越来越少 但是对于有产阶级来说 它如果现在已经有股票 已经有额外的房产 那么经过这三五年时间的变化 社会的阶层 贫富的差距还会再次拉大 这不是好事 但是这是目前能够最有效的 恢复经济的一种办法 也就是咱们中国人经常会说到 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再去带动剩下的人 那这一次疫情之后 大量货币的增发 会是让一部分已经富起来的人 再富于一点 让他们消费 在最后带动起社会的其他部份 所以说房地产 作为能够抵抗通货膨胀 能够抵抗纸币贬值一种有效工具 从长期来看 它一般是不可能贬值的 除非是某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天灾人祸战争或者是地震 除此之外 无非就是涨 从长期来看它一直是涨 从短期的某个半年或者一年来看 有可能涨得太快 稍稍回调一些 但是长期房地产上涨 那是基本是一个注定的事情 并不是由于房子 它为什么能够持续涨 而是由于买房时的纸币的价值 它在一直跌